還有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推手進行總幹事 黃先生總幹事 我在想當時講的阿扯 這不是罵髒話 應該說阿扯 應該是這樣 這個不要像是我的講法 但是自己說那個就抹黑了 誰抹黑你 誰 誰抹黑你 誰抹黑 你講髒話罵人是第一次 不信他沒罵你 有 他就在陳慧報告的時候 跟當時的那個不發言人講說 插倒減書培的話 對你要插倒減書培的話 我就給你升官當發言人 這就是柯文哲阿 柯文哲罵髒話 對女性陸罵髒話 已經不是第一次 把你罵得這麼難聽 你還要幫他收拾善後 難怪嘛 金牌鈴潘俊玲身為一個大學長 也發臉書了 陳志涵 金牌鈴寫的這個臉書 是要提醒你 在這樣子的一個你被陸罵的影片之後 你還繼續幫他護航 我告訴你 身為女性的人都看 幫你看得非常不捨 我幫你工作 我做錯事 你可以罵我 可是你怎麼可以罵我媽媽 你怎麼可以罵我媽媽 你還會把我媽媽拿來用這麼不堪的言論罵 被發現之後 你居然連道歉都沒有 金牌鈴告訴你 你隨時有可能躺在地上 就是被柯文哲踐踏過去的那個人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難下屏掃街 不過似乎也引發不少民怨 民眾騎車買菜必經之路 卻被競選團隊塞得水洩不通 不時聽到有人碎碎唸 不過日前柯文哲這一段碎唸 就被質疑難道是在飆國罵嗎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推手 這個總幹事 這個月二號 柯文哲在進總開幕準備接牌時 詢問立委邱成遠 立委參選人李友宜呢 但這算台語 讓網友聽了質疑爆粗口 不少人跑到陳志涵臉書報區 說都被粗話羞辱了 怎麼還做得下去 甚至還有網友自稱科粉 收看了影片很難過 希望可以換黨主席 前面那個字幕那個上面那個字 它絕對不是我用的 因為我不會講 我在想當時是講說阿唱的嘛 至於說那個就抹黑了 這個政治空耳鴿的現象 我認為是非常的不可取 分裂我們的團隊 當事人跳出來誠心說都是抹黑奏謠 不過前幕僚則心有欺欺焉 前攝影官潘俊玲發文 柯文哲罵下屬他也不意外 提醒要記得自爆 就連對手侯友宜也抓緊機會狂酸 這種事不會是新聞啊 先前柯文哲才因為 標罵賴湘林幕僚是狗 還說爛心得放狗咬人哀批 如今一段台語又被解讀成是 髒話羞辱幕僚 僅晚當事人稱是誤會一場 但柯文哲屢獲從口出 只怕對選情造成負面影響 台灣的總統到底要一個什麼樣子 李登輝先生 雖然說台語跟日文比講 中文還要來得流利 但是這個人高馬大 站出來挺威風 然後就阿扁總統 阿扁總統整個民主公的 講話很溜 然後接下來是馬英九總統 人是真言道 蔡英文總統也是英國留學回來 這個非常具有風度的一個女士 好接下來這位三位總統參選 我們要選誰呢 要選一個髒話不離口的人嗎 最近瘋床真的 看起來應該是罵陳志涵 因為有人說到底是罵陳志涵還是陳之翰 那他們民眾黨有講 陳志涵不在現場 陳志涵是館長 講的蠻難聽的 就全部都要逼掉了 然後呢 他就事情被傳出來 他就說阿這個 我是說阿慘的啦 噔噔 這個字我也都不講的 拜託的好不好 強調沒有用那個啦 的習慣 我沒有用那個習慣 真的沒有嗎 陳志涵的臉書 有蠻多人來笑他的 你們說陳志涵又說這造假 是不是 你們說是造假 為什麼還下架直播存檔 假的你們就不用下架啦 讓大家看啊 為什麼我圖樓後面要接什麼 根本不通嘛 可憐啦 為了錢媽媽都不要 因為罵媽媽嘛 人家罵你媽媽 你能忍嗎 你媽媽能忍嗎 我們來聽一下 因為柯文哲又凹過去了嘛 我說我沒有 我講阿慘了 沒有國罵 真的沒有嗎 你來聽一下 陳志涵 還有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推手 是黃珊珊 總幹事 來邀請陳志涵 還有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推手 是黃珊珊 總幹事 來邀請 我在想當時講阿慘了 這不是罵髒話 應該是這樣 這個不要像是我的講法 但是自己說那個就抹黑了 誰抹黑你 誰 誰抹黑你 柯文哲你講髒話 罵人是第一次嗎 你不要又說綠媒造假了 是不是第一個是 這個影片 是在柯文哲民眾黨的臉書上的影片 只是被人家發現剪下來說 你好像陰有透喔 透過之後 你講的話的內容是什麼 好像是在罵陳志涵 而且陳志涵的內容是 全部都在講髒話 那我要給大家回憶 柯文哲講髒話 辱罵女性 陳志涵不是第一個 之前還有誰 還有許 吳英寧 吳英寧那時候為了北農改建 提出一個版本 然後結果被我在議會提出來之後 柯文哲說 那他是懂什麼東西啊 後來就引發議論之後 議員又接著在議會質詢 你知道嗎 議員要 要柯文哲道歉 因為柯文哲的團隊 說謊話抹黑 吳英寧 說什麼吳英寧沒去開會 沒給他這個版本 後來證實都是說謊的事情 柯文哲在議事聽上面講 哇哇哇XX 直接在議事聽喔 講哇XX 這是一個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太客氣了 我給大家那個 你自己想一下 這個網友去問陳志涵說 人家罵你媽媽耶 所以我這邊幫你再填一個 這個字我們空白 你媽這樣 就這樣 那就是髒話了 是啊 他說你們抹黑他 抹什麼黑 反正全天下都錯 柯文哲就是不會錯 他要趕快扯清說 他不是罵陳志涵 因為陳志涵罵髒話 罵得比他更厲害 如果讓陳志涵知道是罵他 他就完蛋了 陳志涵他得罪不起 是 所以第一個 陳志涵是領他薪水的 所以他就是在罵陳志涵 陳志涵啊 陳志涵 那他罵女生其實也 就是我剛剛講的 吳英寧也是 許淑華也是 許淑華那時候在議會提 提出一個有關杜鵑花節 然後他的團隊 後來去跟柯文哲報告的時候 柯文哲也第一個說 你說誰 他說許淑華 然後他就直接 國罵 就國罵下去 我不信他沒罵你 有 他就在 這有人提出嘛 他在陳志涵報告的時候 跟當時的那個 不發言人講說 如果你可以 柏島 也是國罵 就柏島 是三個字的嗎 對 就是那個 國罵 插島減舒培的話 幹島減舒培 對 你要插島減舒培的話 我就給你升官 當發言人 這就是柯文哲啊 柯文哲 罵髒話 對女性 露罵髒話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年輕人 是不care 罵髒話這件事 是不是 我不曉得 大家在不在意 但是 陳志涵怎麼可以不care 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有個基本態度 就是我老闆 也不能 也不能插我媽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很基本的 你可以插我 你可以插我 你不可以插我媽嗎 我覺得這兩回事啊 我就說是你 陳志涵自己有拍劇的 會解釋 你怎麼可以插我媽 我沒有太離譜 陳志涵的講法 今天的臉書講法 居然說 就沒有中介那一句 只有前面 打柯文哲 只有這句話跟這兩個字 對 沒有 他說他打柯文 大家打柯文哲打瘋了 還說大家是空耳隔 就是幻聽啊 他說大家聽不到 你空耳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是 到底誰空耳 是 在這樣子的一個儀式底下 然後把你罵得這麼難聽 你還要幫他收拾善後 難怪馬金牌領 潘俊玲身為一個大學長 也發臉書了 他就說 很多人把這個陳志涵 被柯文哲罵的這個影片傳給他 他完全不訝異 因為為什麼 柯文哲就心中沒有一個 一個沒有團隊的人嘛 柯文哲說 他是一個人走出台大 一個人打敗國民黨 只帶著一個人走進市政府 在他眼中 曾經幫他輔選的人都不是人 一降功成萬骨哭 他隨時可以践踏在別人的身上 往上爬 所有人都是他的墊腳石 可歌可泣 陳志涵 金牌領寫的這個臉書 是要提醒你 在這樣子的一個 你被錄罵的影片之後 你還繼續幫他護航 我告訴你 身為女性的人都看 幫你看得非常不捨 嗯 我幫你工作 我做錯事 你可以罵我 可是你怎麼可以罵我媽媽 對啊 你怎麼可以罵我媽媽 你還會把我媽媽拿來用 這麼不堪的言論罵 被發現之後 你居然連道歉都沒有欸 金牌領告訴你 你隨時有可能躺在地上 就是被柯文哲 踐踏過去的那一個人 柯文哲 近視政府 不是他一個人 還記得 我們的姚立民姚老師吧 挺他挺最多 你看他完全不講 所以陳之涵你要提醒 提醒你自己 你未來的下場 可能會很慘 你看在大廠內 被罵狗的那個都離職啊 記不記得 在開會的時候 說賴湘林的那個 辦公室主委 李宿輝 對不對 可是賴湘林沒走啊 被他罵狗了 誰養的狗誰領回去嘛 對啊 都離職啊 易三兄你不意外嗎 對不意外 連他說別人抹 不會被罵死狗過 你也被罵過狗 對2014年當選第一天 當選了就開票完 開票完第一天就開成會 他就立刻開成會 啊好 今時嘛 七點半開成會 我第一件事情就被他罵 而且叫我到旁邊罰站 罰站 罰站 罰站了半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我遲到五分鐘 他為了要立威 就叫我說到旁邊罰站 給所有人看 以後不能遲到 但是你就極度羞辱一個幕僚 而且前一天晚上 我是工作到晚上三點半 因為我是辦那個開票活動 我要收藏嘛 他不知道啊 他管理你 他就是你要負責開會 開會的人遲到 而且他只敢 那時候他跟我最好 所以他只敢罵我 所以他就叫我到旁邊罰站 這第一個 第二個選完沒幾天 開票沒幾天 就已經對媒體說 啊我用的團隊叫做流浪狗團隊嘛 包含姚立民嘛 都說民進黨各拍戲來的 都沒有工作叫做流浪狗 所以在柯文哲的那個宇宙觀裡面 他只要拿到權力 他就是皇帝 那個皇帝太監狗 你要當太監還不 還有公女 太監沒那麼簡單 他只罵過一個人叫太監 那個人叫做蔡壁如 那你跟大家搜尋網路 只有蔡壁如有資格做太監 因為那是最親的 要服侍皇上的 他剛在的那個人 進市政府就是蔡壁如 所以我們都只能當狗啦 不是他家的狗 你們不是人 都是別人 不然就是別人的狗 林素輝就是賴香檸的狗嘛 所以他的眼中裡面 就是皇帝太監狗 只有這三個等級 所以其他人都是狗啊 所以對他來講 這些人辱罵算什麼 沒有我先問你喔 他敢這樣跟陳志涵講 因為很多人說 這個蔡壁如之後 就陳志涵最受寵 他確實也位置蠻重要的 他為什麼就是他為什麼要這樣對陳志涵講話 陳志涵現在在他心目中 到底是什麼等級 是不是太監 公女啊 公女啦 皇帝太監公女狗 他用狗變成公女 他身邊的八個女人 他還是媽寶 所以他旁邊到最後 可以圍在他旁邊 基本上都是女人 因為他是一個媽寶 所以為什麼陳志涵 所以他對他 他要呵護 柯文哲呵護得很好 所以連被他罵 都要幫他講話 但是我們男生是沒辦法承受這種事情 所以他身邊就圍著一群的 所謂的媽媽們 去保護這個小孩 所以他為什麼被稱之為媽寶 而且你知道他為什麼 對女生特別敢罵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喔 他如果這個話對男生罵 可能很多男生就撐不住了 你怎麼可以罵我嗎 我可能就跟你贖贏 你知道嗎 對啊 可是因為 對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對於女生 他就用這種惡意的 延遲的方式來羞辱你 反正他覺得說你不敢跟我怎麼樣 而且我是男生 我在這個所有的這個價值裡面 我還是高你一等 身為男性 我還是高你女性一等 所以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在罵